社区疫苗接种方面,霹雳医保万里望选区上个星期展开了疫苗外展接种计划之后,霹雳州卫生局今天在医保拿起大会堂接种科兴疫苗。 许多原本犹豫不决的年长者陆续登记和接种疫苗,当中最高零接种者是一名91岁的年长者。 行动党万里望区州议员周锦派 表明,霹雳州卫生局一共准备了1300剂疫苗,其中的1000剂是提供给早已经登记预约的民众,其他的300剂则提供给直接登门的民众。 这批接种者接下来的第二剂疫苗将安排在医保英迪拉穆利亚体育馆开打。